時隔近八十小時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終於回家休息 妻子陳佩琪同時間出門 半小時後提著一大袋購物袋返家 似乎是要煮點好料給丈夫吃 畢竟柯文哲驚險無保請回 但看看法官裁決理由 確實令人跌破眼鏡 柯文哲靠三個字 不知道 讓法官踩信 只是看看從北檢走出來 受盡滄桑的阿貝 似乎打臉了四年前 還意氣風發 滿頭黑髮的柯市長 除非他都不看公文的 閉著眼睛蓋 所以我想這是他的策略吧 認笨跟認壞 臺北市議員簡舒培 質疑二零一七年開始 就有議員多次質詢提醒柯文哲 而彭政生也提到 二零二零年三月 金華城陳情時 柯文哲曾跟他瞭解情況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清簽決行公展公文 容積核准之後 還應審慶金邀請 參加動土典禮 柯文哲別再裝傻裝笨 前幕僚吳靖也批評不知道成為柯文哲 無賴的勝利法則 柯文哲就只是很會講幹話 不懂管理的昏君 更警告現在就要高興 恐怕還太早 彭政生第一時間是什麼狀況 無保情毀 包括省慶金現在人積壓在裡面 那只要省慶金這個提供金錢的人 還在裡面 所以這兩個月的時間 甚至是一個禮拜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狀況變化很多 何況金華城案北檢要抗告 不排除手中還握有強力資料 比照鄭文燦涉探案 放長線 釣大魚 被視為為罪潛逃的重要共犯 臺北市都委會執行秘書 邵秀沛也被檢連約談 讓案情還有變數 記者是邵珍 蔡比方台的臺灣報導